二小姐 红氏转向白赫然 如果我们走了之后再也回不来 请二小姐替我照顾好好宣 她是我的骨肉 我有一千一万个舍不得 但她是个男孩子 白家不可能让我带走她 这座府里我只信二小姐和老夫人 只是老夫人年迈 身子又不好 她护不住轩儿 所以我将轩儿托付给二小姐 请二小姐看在妾身曾跟大夫人姐妹一场的情分上 保护我的轩儿 白赫然点点头 却不提白好轩 只告诉红氏说 放心 你们回不来 其他的人更别想回来 说完 目光投向白星眼 笑里尽是讥讽 父亲 您说是吗 白星眼深吸了一口气 没敢接这个话 她知道白赫然指的是夜市 如今夜市也回了娘家 白赫然是在警告她 一旦她不能把红氏留住或是再接回来 那么夜市的回府之路也必将坎坷不断 若放在从前 她绝不会把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话搁在心上 可是现在不同了 白赫然的警告于她来说 那就是来自于十皇子 甚至再加上九皇子的警告 她这个女儿有了大靠山 还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 敢捅破天的大靠山 她惹不起 更躲不掉 有二小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红氏笑了开 重新拉起白珍珍的手 跟娘亲走 我们回红家去 这里不要你 你大舅舅肯定要 她做梦都想着能有儿女绕夕 若咱们回去 她一定高兴坏了 说到这儿 突然又把女儿的手放开 然后转身奔回去 一把将老夫人手里拉着的白浩轩搂住 啼哭不止 白浩轩是个懂事且早熟的孩子 她没有吵着要跟娘亲和姐姐一起走 反倒是不停地替娘亲擦眼泪 一遍又一遍地劝着红氏 一娘不哭 一娘不哭 红氏看着懂事的儿子 无奈地告诉她 轩儿 你别怪娘亲狠心 你是男孩子 娘亲带不走你 白浩轩点点头 我都明白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男孩子总比女孩子更重要一些 一娘放心地带姐姐走吧 左右你们也只是到舅舅家去 离得又不远 轩儿想你们了 就去求二姐姐带我去看你们 白浩轩摸摸着孩子的头 轻声说 轩儿真乖 白浩轩趴在红氏肩头 嘴巴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说 娘亲 轩儿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若是父亲不肯再让你们回来 轩儿也会坚强 勇敢 早晚有一天 我亲自把你们接回文国公府 红氏狠狠地亲了儿子一口 然后站起身 冷冰冰地目光甩向白星岩 如果将来你的宝贝大儿子 白浩尘回来了 请记得把我的轩儿还给我 说吧 又告诉白赫然 二小姐也不用折腾搬院子了 就住到眼霞院去 除了屋子和院子外 那里其他的东西都是这些年 我自己花银子添置的 没用过白家一文钱 我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 二小姐收好了 不要落到别人手上 白白地便宜了他们 白赫然再点头 多谢红姨娘 阿然都记得了 你放心 我想护的东西 没人抢得走 红氏安排完了所有事 再不多留 拽着白珍珍转身就走 丫鬟小鹅赶紧在后头跟上 连同红氏的婢女桃花 都跟着一起走了 看着娘亲和姐姐走远 纵使再坚强 白浩轩也还是低声哭了起来 白赫然将她的小手拉起 再将她的眼泪擦去 大声地告诉她 别哭 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反而会让人笑你懦弱 你的姨娘不是不要你 她只是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一再地妥协忍让 将来某些人就更加不会 顾及你们的死祸 她一边说一边看向白星妍 想要更好地活着 就只能先置之死地 而后再生 白浩轩也去看她的父亲 目光平平静静 就像是在看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 看得白星妍阵震心凉 白赫然牵着白浩轩的手 反身走向府门 看着眼前阴沉一片 她灿笑起来 父亲 我这条回家的路 开得可还算好 比这当年你将我和母亲 扔出府门时的魄力 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急 这才刚刚开始 你的报应在后头呢 白星妍站在原地 没看白赫然 目光却投向府门口的石柱上 纯于兰当年就是一头 撞在那里 撞遍了头骨 人也随之一命呜呼 她曾一度以为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从前府上也没有人 敢触她的眉头 提起那一桩事 可自从白赫然从洛城回来 三番五次提起 动不动就用这件事 把她损一遍 不但如此 她还把自己的院子 取名念习 更是让她只要一看到 念习院三个字 就能想起当年的 淳于兰来 白星妍再一次感叹 我怎么会生出 你这样的女儿来 你不配做我白家的孩子 白赫然点头 是啊 只有白金红那样的才配 然而 那并不是你的种 老夫人见白星妍 还是不依不饶 气得失声痛吗 她不配做你的女儿 你难道就配做我的儿子 要不是我 求阿然去为你说情 你到现在都还在宫里跪着呢 女儿将你救了回来 你非但不感激 还将她们扔在外头 不管不顾 若说天底下 没有她这样的女儿 难道就能有 你这样的父亲 星妍呢星妍 推挤挤人 当年若你的父亲 也这样对你 你今日的下场 又该如何 白星妍对上白赫然时 总会觉得对方太过犀利 反之她就言语无力 连骂人的话 都像打在棉花上 怎么打出去 就怎么被弹回来 心里自憋着气呢 正好老太太送上门来 她可算找到了发泄口 张口就要怼回去 可惜 嘴巴刚一张开 就听到白赫然那 雨带警告的声音 又传了来 言多必失 父亲如果连 这点道理都不懂 白家才是真正的 没有希望 与其在这里 拿自己的母亲撒气 不如好好思考一下 怎么把红姨娘 和白珍珍给接回来 别怪我没提醒你 红家与叶家 一个是你的钱 一个是你的权 眼下钱全都跑了 你还剩什么 另外 方才两位殿下 送我们回府时 我见九殿下 对四妹妹可是好得很 四妹妹下公车 拾办了一下 是九殿下主动伸出手 将她扶住的 她说完 冲着老夫人 深深地湿了一力 祖母交代下来的 事情一半托 阿染回房休息了 待老太太回过神来 人已经进了府门 走入浓浓夜色 白星眼指着 那远去的小身影 就想再说几句狠话 诚诚痛快 老夫人却重重地叹了一声 话语冰冷地道 夜市不在 腹中就由你自己管着吧 我老了 不想管了 也管不动了 大门是一座府邸的颜面 你若还要脸 待天一亮 就赶紧找人修修 说吧 伸手将白浩轩拉过来 轩儿 看祖母回锦荣院去 今晚祖母带着你睡 白浩轩听话地 跟着老夫人走了 只走出老远 白星眼还在府门口站着 也不知在想什么 李嬷嬷问老夫人 真的要将宫中事务 都交给老爷 会不会不太稳妥 毕竟接了宫中事 就相当于管着账房 这 这样最稳妥 老夫人绝望的脸上 透出艰巨 从前就是夜市 一手握着宫中 今儿这话即便我不说 它也不可能让我插手 夜市留下来的摊子 这样很好 就是要让他管管账房 让他亲眼看看 咱们白家到底 还剩下多少银子 一把火烧没了大门 这脸面上的事 他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只可惜眼下宫中账面 根本拿不出 修门的银寝来 咱们白家 早就被夜市给搬空了 李嬷嬷也叹了声 低头看看白浩轩再道 是啊 从前都是靠洪家帮衬着 如今老爷把洪姨娘和四小姐也给得罪了 往后 怕是没人再把真金白银一箱一箱往文国公府抬了 不过前些日子洪家大老爷来给二夫人贺寿 也给了老爷不少 老爷不可能看着大门破落不管 老奴规摸摸着肯定是用自己的银子去修了 老夫人冷笑起来 哼 那也是去过宫中之后 迫不得已才会动自己手里的那些 总归他得先看到一个溃空的一文不剩的白银 那就够了 如果看到这些之后 他还想不明白 那他真不配做白银的儿子 不配做这一代的文国公 老夫人说到这里 脚底也半了下 幸亏白浩轩扶了一把才没摔倒 他重重地叹气 紧紧抓着孙子的手 悲哀得到 老实人真后悔 我竟然用阿然对我的情分 去唤他为兴言求情 早知道当爹的能把两个女儿扔在大街上 这个口我说什么也不会开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了 再有下次 老神就狠狠心 全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如今国公府世子未立 行武也不是没有希望 丽嬷嬷心里打了个哆嗦 没想到老夫人竟动了这样的念头 可是二老爷就比现在的老爷好吗 他想到二老爷白心武的夫人谭氏 不由得默默摇头 只怕谭氏还不如叶氏 叶氏看中着侯爵之位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会让文国公府撑下去 但就凭谭氏那个心性和脑子 只怕爵位一旦落到他的手里 撑不过两年就得走向灭亡 其实白家三位老爷中最好的人选就是三老爷 虽是武将 但有军功在身 聪明 通晓势力 而且为人谦和有礼 实实在在 若是三老爷接了爵位 白家才真正地会兴旺起来 更何况三老爷还顶着个二品征备将军官线 那才叫有老国公爷当年的风范 可惜这些道理他明白 老夫人就更明白了 但明白又能如何 三老爷是庶处 不是老夫人亲生的 就算现在的国公爷倒了台 在老夫人心里能想到的也唯有一个二爷而已 这些道理